如佛再传一宗毒品案 一对乌异夫妇充当贩毒集团的中间人 协助把毒品分销到市场 同时他们还租借了安保森严的公寓来藏毒 但还是无法逃脱警方的耳目双双被捕 同时如佛警方也在另一场突击行动 破获一宗售卖假洋酒的案件 逮捕一名杂货店业者 充公超过30万令吉的各类酒精饮品 柔佛新山一对乌异夫妇 今年5月被警方发现多次从公寓运送可疑物品 经过明查暗访之后 警方发现他们在拉庆一带 租下一间保卫森严的公寓单位储藏毒品 警方上个星期四分别在两场突击行动中 逮捕了这一对42岁和36岁的鸳鸯毒贩 并充公市价超过21万4千令吉的各类毒品 当中包括超过14公斤的海洛因 158克摇头丸和38克冰毒等等 罗佛州总警长拿督卡马鲁扎曼表示 洛网的夫妻其实是充当贩毒集团的中间人 借助把毒品分销给市场 当局目前在调查供应方和买方的身份 根据警方调查 尽管这两名嫌犯对毒品呈阴性反应 但男方却有毒品前科 而女方则曾经涉及一宗虐童案 他们两人育有一名孩子 警方目前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39支B 贩毒条文查案 同时警方也在上个星期一 在新山查获一宗杂货店售卖假洋酒和免税酒案件 当局逮捕了53岁的杂货店业者 并充公超过30万令吉的各种酒类 当中包括6000多罐的啤酒和951瓶假洋酒 警方指出嫌犯是在免税区以低价购买啤酒之后 再以高于市价的价格转卖出去 谋取暴利 同时嫌犯还伪造关税局贴纸以假乱针 目前警方还在调查假洋酒货源 并掩扣嫌犯10天注查